哈囉我是Zender 接下來玩疫情求生的這個任務是 入侵掃描 就是在要探索核間地的部分 那在這個核間地的話 我是只有帶一把小刀而已 就是自己在工作坊做的 一把小刀 然後就直接開始 那這個開始的話 就是直接衝到我們的目標地 那這段期間呢 就是要先探索一下 我們的這個地形 然後一開始就是 蠻容易會走錯路的 就是要不時要觀察一下地圖 那這一關的話 因為它的 核領跟樹林非常多 所以在行進路程中 最好就是 可以的話 就靠著邊邊走 或河邊走 會比較好走一點 那我個人就是比較 喜歡求快一點 就會選比較中間的路線 那就要稍微走一下位 然後去穿梭樹 那前期的話 這邊就是 中途就要收集一些 物資 還有就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 氧氣夠不夠 那這其實一路上還蠻無聊的 就一直在趕路而已 因為它那個 就是走路工 就要不斷的趕路 然後 在路上有收集到一些 食材的話就是 稍微吃一下 一開始的話 主要就是吃那個 梅果吧 還有那個 西瓜 跟南瓜 好了 那到了第一個 掃描點 那設置雷達之後 就把它按起動 通常這種掃描任務的話 在啟動雷達的時候 就會有 怪物跑出來 就有狼啊 熊啊 還有什麼鬼的 跑出來 我這一關就是蠻簡單的 就是 前面出現狼 然後稍微把它 就打掉而已 也沒幾隻了 就也還好 不過雷達啟動過程中 它就是 會到70幾% 或80幾% 左右的時候 停下來 然後再重新啟動一次 只要注意 你後面有沒有東西跑過來 第一掃描點完成之後 我們就到 第二個掃描點 不過我這邊 就是因為路線的關係 所以 我會先到第三個掃描點 那在過去之前 就先烤個肉 吃個肉 然後 然後 你的體力 增加 比較多 再去趕路會比較 快一點 那肉準備好 吃完之後 就準備上路了 那一樣 這路上很無聊 那就可以 看一下風景 就 好山 好水流 好無聊 那這時候你可以 那個 放一個音樂 聽個歌之類的 然後 就要注意一下 野豬啊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太冷的 就會從這邊跑過來 你要注意一下 然後一開始 假如說沒有做氧氣瓶的話 就不死去 補充一些氧況 然後到山 地盤變的話 然後要注意 欸 我是蠻常摔斷腿的 那高度跟那個 假如你要從那個山 地下 那邊下去的話 就是要注意 它的 那個地方可以長 比較 比較好爽一點 不然 都摔斷腿之後 你的速度就 直接 降 20% 20% 反而行進速度會更慢 並沒有比較快 假如說走得順的話 就 蠻快的 就不用再繞路走下去 繼續趕路 趕路 不斷的趕路 那這邊前半部的話 主要都是在 石頭路比較多 然後到下半部 都是在走海 這也不算海 算是個湖吧 不斷的有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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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第二 欸 這個算是 掃描位置3啦 然後它的位置 是在那個 胡椒旁邊 喔 旁邊的小墨墓 有氧 快到了 看到那個 紅紅的 藍藍的建築點 然後 就是要把雷達放在那邊 到了 那設置雷達 就注意旁邊 有沒有什麼怪怪的東西跑出來 你看到沒有 然後才發現 嘿嘿嘿 右邊有兩隻熊跑出來 我熊的話 就拉到水裡 其實不管哪一種生物都一樣 拉到水裡 的話會比較好打眼 他們移動速度變慢 我熊的話就拉到水裡 其實不管哪一種生物都一樣 好 好了 完成了 然後就把雷達敗著 再到下一個地方去 因為太魯魯斯 會突然跑出來 嚇死 因為太魯魯斯 打還蠻痛的 所以建議就是 一開始 不管要 做什麼 裝備都行 就是最好做個 基本的布套裝 好 然後 至少 你的防禦會高一些 不會被打成功 現在到 剩下一個 掃描位置 現在光要往 還蠻快的 可以補一隻 好像在你的小刀射出口 然後 不時 吃一下肉 補個氧礦 啊 喝水其實不必 因為你身體浸泡在水裡 一半以上的話 就要泡 超過你的腰部以上的話 那你身體就會自動 補充水分 也不用怕喝水 會喝到 沾東西 然後再拿肚子 要塞 繼續趕路 繼續趕路 這關很簡單 就是佛杖的趕路 然後甚至來打 打 打狼 打熊 然後掃描完成之後 再回收雷達 再到下個地方 就一直不斷重複這樣子而已 不用再特別蓋什麼 建築啊 然後要躲什麼 暴風雨 哪些其實都不用 不用什麼躲 所以這個任務算是還蠻佛心的 現在就可以賺兩百塊 好了 最後一個掃描位置 雷達設置之後就在那等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頭飛刀 然後 不是的話 因為 我記得的話 主要都是 頭子小刀 頭子小刀 的傷害加成 還有 因為我頭子小刀可以定身 所以還蠻方便的 然後 然後潛行 加頭小刀的話 就是 還有爆擊加成 那 我在 呃 前一天有試過 就是 用潛行 然後去打熊的話 也是可以爆一千 就是可以直接 把熊秒掉 還蠻方便的 那其他武器 也是有一個特性的 就是潛行再加成 成2.5分 然後再加爆擊 就可以秒殺掉 一般看到的所有的生物 可以不用做槍 做槍的話 應該是 後期 比較高等的生物 他的 血真的是 超高等 你用槍會比較好打一點 像是在雪地上的 那個北極熊 還是 巨大蝎子 我覺得 後期就是要做個槍 之類的 會比較好打一點 現在完成任務了 趕快回場 那在夜晚的時候 這個是視線很不良的齁 幸運還是帶個火把 照亮 比較安心一點 到了 記得把自己工作坊 做的東西 要帶回家 就 拿到200塊 我們影片到這邊結束 希望這個影片可以幫助到 還有解這個任務的各位玩家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珍頓 祝各位遊戲愉快 再見